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考点 审计概述 那审计概述呢 是这样一个考点 本考点呢 需要理解记忆 因为我们审计概念的五个维度呢 容易考客观题 容易考客观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审计的定义 审计定义的五个维度 一定要记住 因为你看啊 我们今年21天手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和去年的21天手册 有什么区别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年的21天手册 标注了更加清晰明了了 你看 审计的定义旁边标了什么 单选多选呀 单选多选呀 而且是标的三个花花 这三个花花什么说明什么 三个星号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考点 既考单选又考多选 不会设计主观题的 大家明白 明白 好 我们来看我们审计定义的 给一点用户 那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既审计可以用来有效满足 我们报表使用者 这一块的一个需求 那接着第二点是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改善我们报表的质量 或者内涵 增强出管理层之外的 预期使用者 对报表的信赖程度 既合理保证的方式 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但是不涉及什么 同学们说 这里注意啊 不涉及什么 这句话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哦 这句话考试的时候 特别特别爱考哦 我们做审计 的确可以改善报表的质量 或内涵 增强出管理层之外的 预期使用者 对报表的信赖程度 因为我们审计过的报表 是没大错的 所以可以增强这个信赖程度 那但是 但是 但是 我说了三个 但是 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 提供建议 而至于我们审完这个报表 你拿这个报表 去做什么 那你要加大投资 你看 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不错呀 我多投他50万 多投他100万 还是不投资 或者说 你准备了要给他放贷 还是不放贷 那是你的事 跟咱们注册会计师 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记住吗 而这点在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 两者千万不要混淆 因为我们审计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逻辑混乱的 这种题目 那就要求我们的思路 一定要非常清晰 一眼能看出来 他又在给我们设陷阱了 又在套路我们了 那要注意啊 接着我们来看合理保证 合理保证呢 注意它是一种高水平的保证 好 同学们 什么叫高水平的保证 快速的回答 什么叫高水平的保证 我们在基础班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 高水平的保证是90%以上 100%以下 平均数95% 这就叫合理保证 好 这是我们高水平的保证 接着审计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独立性和专业性 这个独立性和专业性 注意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我这次昨天 前天的时候 有几个热心的小伙伴 然后呢 把那个背诵版的讲义 重新弄了个目录 又弄了个分皮 接着还起了个名字 叫007必备手册 那这个必备手册当中呢 新增了三个总结 其中有一个总结 就跟我们这个有关系 就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利用他人工作的时候 要评价事项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涉及到 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工作 利用内省的工作 利用专家的工作 还有利用其他等等 那我们在利用其他人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评价的事项 他们都不太一样 非常容易混 非常容易错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其中呢 就做了这一块的一个链接 这里要注意 我们审计的基础是 独立性和专业性 不是专业胜任能力啊 我要强调一下啊 不是专业胜任能力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最终的产品 咱们最终的产品是审计报告 不含以审计的财务报表 一定注意 这个不含以审计的财务报表 是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考题的地方 一定记住 我们的产品 只有干干净 今天四个字审计报告 嗯 那下面呢 我们来实刊点 来做一搓一搏的辩析 因为我们审计的题目 和其他科目不太一样 审计的科目特别容易 怎么样 挖一些坑 然后设一些陷阱 并且呢 玩文字游戏 所以我们在复习的阶段 就要对这种文字 尤其是它在哪些地方 可能会挖坑 可能会给大家玩游戏的点 要非常的熟悉 下面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观点 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包括管理层和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 这里要注意啊 我们的预期使用者是包括管理层的 而错误的观点是不包括管理层 注意是包括的 因为如果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对它的报表提出一些调整的建议 那其实对它的工作就是一种促进 所以是包括管理层的 好 这里要记住 然后第二是 审计的目的是增强 从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 对报表的一个信赖程度 那这里要注意 增强信赖的时候 大家说包不包含管理层 增强信赖的时候 可就不包含它了 为啥 因为很简单 这个报表谁编的 它编的 这个报表里有多少水分 有多少money 有多少问题 它比谁都清楚 所以增强信赖的时候不包括它 好 这点注意啊 那你看 我们审计的目的是增强 所有预期使用者 对报表的信赖程度错了 这个所有 它其实就把管理层给包进去了 注意不包含管理层 然后审计的目的是增强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 注意错了 压根不需要增强它的信赖程度 这个报表就是它编的 它比谁心里都清楚 它心里像明镜一样的 好 这点注意 好 这是考试的时候 容易考的啊 这两点一定要对比记忆 因为你看 预期使用者是包含管理层的 但是增强信赖的时候 是不含管理层的 所以把这两个坑点放在一起 就怕同学们记混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保证程度 作者会计是执行的业务 分类 见证业务和相关服务两类 这两类注意记一下啊 然后我们见证业务包括什么呢 审计 审计 其他见证业务 还有见证业务呢 一定注意它是提供保证的 看到这个见证 你就要想到它提供保证 因为键它其实指的是我们古时的铜镜 镜子对吧 那带这个键子它就带有保证程度 无论是审计审月还是其他见证 都带有保证程度 接着我们来看相关服务呢 包括代编财务信息 还有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岁务咨询管理咨询 这里注意服务呢 它不提供任何的保证 因为咱们一提到服务 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海底捞的服务特别的好 对吧 那服务一定是两方的关系 由于是两方的关系 顾客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所以这时候就不提供什么保证了 要注意啊 那我们接着来看话重点 省计呢 它提供的是合理保证 省月呢 注意它提供的是有限保证 其他见证业务呢 这块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块考试的时候非常非常爱考 可关题 我们其他见证业务千万不要一刀切 它有可能是合理保证 有可能是有限保证 绝对不能说 其他见证业务一定提供合理保证 其他见证业务一定提供有限保证 那错了 大错特错 有可能合理 有可能有限 它是两条路 你千万不要把另外一条路给砍掉了 只留一条路 学我们审计 它的思维就会比较的全面 比较严谨 比较细致 然后呢 说话低随不漏 不会像咱们很多网上看到那种键盘侠样的 而看到一个观点 然后啪 情绪就爆喷 根本没有仔细想象 这个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 它的前提有没有问题 它的结论有没有问题 中间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压根不会 好 这是学审计 我可以这么讲 对大家的思维能力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因为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为啥 因为我们人的这种特性决定的 我们大脑是有惰性的 我们大脑才不愿意思考呢 就愿意简化 别人给我结论 我记住就行了 这是最简单的 对吧 但是这样 你只能作为一个投位者 被投位者 而同学们为什么要来考CPA 不就是希望 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 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平台吗 对吧 所以 你在学审计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去经常去琢磨 经常去思考 你琢磨的越多 思考的越多 对你以后的职业生养 乃至对你的人生 帮助都特别知道 好 这是我们学审计的道 注意 这是道 大家听过这个道字吧 就是最底层的规律 最底层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嗯 因为其实很多同学肯定 学完我们CPA 未必会做审计工作 未必会去事务所 对吧 很可能你会做其他相关的工作 那学审计带来什么价值呢 其实是学审计 对我们的思维能力 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这才是它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嗯 好 接着我们来看提示 嗯 无论拿走业务 注意啊 都不提供绝对保证 因为绝对保证是 一点错都没有 谁都做不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这没必要 成本太高了 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 没有必要做到 纹丝不差 这没必要 对吧 所以这块不提供绝对保证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合理保证 和有限保证的区别 那合理保证呢 它是这样一条线 因为合理保证 它是高水平的保证 它执行的这种程序 相对来说比较多 执行的程序多 那么获取的证据 自然而然多 所以呢 它的结论的可信度 就比较高 因此检查风险就比较低 由于我的可信性很高 我的检查风险低 所以我就非常的自信 我就能以积极的方式 提出结论 看 这就是一条逻辑的主线 通过这个逻辑的主线 就能把合理保证 全部记下来了 压根不需要死金呗 它就是一条一点 推出来的 那有限保证呢 跟它刚好是相反的 我们的有限保证 它是低与高水平的保证 它执行的程序很少 因为执行的程序少嘛 所以或许的证据就少了呗 可信度就低呗 然后检查风险就高呗 由于他自己心都没底 所以他只能以消极的方式 提出结论 看到了吗 我们对比记忆 用逻辑的方式 把它理清楚 弄明白 然后再对比记忆 就把它记住了 这一块要注意 容易考什么呢 容易考我们的可观题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坑点 首先来看第一个观点 做的会计师 具已得出结论和形成审计意见的 大多数的审计证据 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这个地方要特别特别注意啊 这两点考试的时候 经常颠三倒四来考大家 那我在讲西题班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我们的出题套路 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家有没有看过 西题班的最开始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客观题的出题的道路 我给大家解剖了 霸总出题的套路 咱们首先要识别对方的套路 咱们才知道怎么应对他呀 我们才能够见招猜招啊 对吧 咱们不能闷着头 然后就往上冲啊 那不是有壮烈的牺牲了吗 自动牺牲 那是大无畏的牺牲 是没有必要的牺牲 是没有价值的牺牲呀 对吧 所以 那个出题套路的解密当中 详细给大家说了 其中有一种出题的套路 叫颠三倒四吧 看了吗 看了吗 好 你看颠三倒四法 他就经常这样来考 你看我们审计证据呢 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他在出题的时候呢 他就出成结论性的 而非说服性的 因为你再一看上去 这句话都差不多 哎呀 字数都一样啊 所以你就判断正确了 追错了 你就掉坑了 他把它顺序导了一下 这样不对啊 这个地方要再三强调一下 考试的时候 这块特别容易颠三倒四 你看我们的右侧 注册会计师去得出了结论 和形成审计件 大多数的审计证据 是结论性 并非说服性的 刚好颠倒了 嗯 那接着第二 审计只能提供合理保证 这是对的 审计提供绝对保证 大错特错 没有必要提供绝对保证 这不是判死刑 人命关天 那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一定要绝对保证 这个审计 就是后期他做决策 有必要说一点都不差吗 咱们在审计的时候要保证 他那个财务报表 一定要精确到小数 后两位 没必要 对吧 第三 审计提供低与高水平的保证 那我们的这个 提供中等水平的保证 注意 错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见证业务 提供合理保证 或者有限保证 是对的 然后见证业务提供 合理保证 注意错了 因为我们是两条线 一个合理保证 一个有限保证 不能把它PS层合理保证 把另外一条路砍掉了 然后第五 相关服务不提供任何的保证 这是对的 不能说相关服务提供低水平的保证 或者对所有业务均提供保证 注意错了 相关服务没有保证 只有见证才有保证 审计审阅 其他见证才提供保证 这里一定要记住 好 接着第四 注册会计是审计和内部审计的一个区别 那注册会计审计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啊 这是我们教材新增的内容 这一块呢 是新增内容 但是我给它的薪级不高 只有一薪 为什么呀 因为内部审计 其实在我们整个教材来说 地位不是很高 但毕竟它是新增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同点 第一个就是审计的职责 审计的职责注意 只对本单位负责 这是内部审计 它的审计的质量 基本和外界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注册会计审计注意 不仅对被审计单位负责 而且要对社会负责 它的审计质量 对广大的财务报表使用者影响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的影响比较大 是直接影响 这两者的区别不一样啊 我们内部审计 只影响它内部 和外部没什么关系 注册会计审计 影响非常直接 然后它影响面比较大 它影响广大财务信息使用者 接着看审计的作用不一样 内部审计的结论 只作为本单位改善工作的参考 对外不起到见证的作用 注意 还要对外保密 而我们的注册会计审计呢 这块的结论 要对外公开 而且起到见证的作用 也就是保证的作用 那这是他们两个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呢是独立性 内审计划 受所在单位的直接领导 独立性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我们在评价内审的时候 用的是客观性这个名词 而不能用独立性 因为内审内审 它本身就是被审计单位的一部分 它怎么可能独立呢 独立不了呀 所以其实我们在 14章15章 以及我们后面涉及到内审相关知识的时候 提到我们内审的时候 都是用的客观性 用的客观性 好 我们看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呢 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要有较强的独立性 因为独立是我们审计的灵魂 如果我们不具备独立性 是没办法做审计的 好 这是他们的区别 接着审计的方式 那么内部审计呢 是单位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需要安排进行的 而我们注册会计审计呢 是接受委托进行的 好 这是他们的区别 因为我们注册会计审计是外审 外审它其实是一种中介服务 只有别人委托我们 我们才做 那接着是审计程序 内部审计呢 可以根据所执行业务的目的和需求 选择并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而作策会计审计呢 需要严格按照职业准则的规定进行 注意 我们作策会计审计 绝对不能随心所欲 你看我们整个审计教材当中 有很多地方是应当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 实际上就是在给大家 画范围 利益规则 而内审呢 不是这样的 内审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必要的审计程序 我们注册会计审计可不是这样 如果按照我们审计准则的规定 必要的审计程序你没做 对不起 后期一旦发生诉讼 一旦出现问题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联系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 可以利用被审计单位的内部审计的工作 为什么呀 因为内审其实是我们注册会计审计 也就是外审的亲戚 表亲 注意是亲戚 咱们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适当地利用他们的工作 然后内审应当做好 注册会计审计的沟通合作 然后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这点呢 是在我们第15章 利用他人工作当中就体现出来了 可以利用内审的工作 好 关于我们这一块内容 注册会计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内容呢 大家下来要多看几眼 防止今年出客观题 因为啊 这个看着就长了一张客观题的脸 出客观题当中不太准 不太可能出现的 看他就长了一张客观题的脸啊 注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审计要素 审计要素呢 这个容易考客观题 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记忆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审计的五要素 审计的这个五要素 包括三方关系人 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 审计证据和审计报告 那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我们审计业务的三方关系人 三方关系人这一块呢 第一个就是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管理层我们首先要明确责任 管理层它承担什么责任呢 对财务报表的编制 要负完全的责任 因为报表是他编的 如果报表的编制出现任何问题 注意一定是他来负全部的责任 而我们注册会计师虽然审计了他的财务报表 他的财务报表出了问题 并不意味着注册会计师来担责 我们注册会计师应该对什么担责呢 注意我们应该对我们签署的审计报告担责 这两点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特别容易混淆考客观题 一定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混淆 注册会计师是对审计报告负责 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刑 而管理层呢 他是对他的财务报表负责 如果财务报表出了任何的问题 对不起他都要负责 好 这一点一定一定要分清 这块非常非常爱考客观题 为什么这么爱考客观题 因为很简单 这是我们做审计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 最基本的前提 那各位就是未来的高大上的注册会计师 所以对此你一定要知道 那我们注册就通过这样不断考核 经常考核的方式 来加强大家对这块的一个理解和认知 好 接着我们看 管理层和治理层认可并理解 应当担当的责任是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三方关系人的预期使用者 可能无法识别使用审计报告的所有组织和人员 尤其对上市公司来说 这点就更加的明显了 此时预期使用者主要是指那些 与财务报告有重要和共同利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因为我们上市公司 它的这个报表使用者可能有几万人 也可能有几十万人 我们注册会计师能一一识别过来吗 做不到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无法识别所有的组织和人员 那么这里面就是它的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好 接着我们来看画重点 首先我们要非常清晰 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如果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而注册会计师通过审计没有能够发现 也不能因为财务报表已经被注册会计审计这一事实 而减轻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这点一定一定要牢记 一定要把责任划清楚 这块特别爱考客观题 哪怕我们审过的报表出了大错 那么这个财务报表的责任 这个板子也一定要拍在管理层的身上 不能拍在注册会计师身上 注册会计师应该对审计报告负责 而不对他的财务报表负责 千万不要随意扩大我们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范围 责任扩大了对我们自己是相当不利的 这点一定要记住 那接着是第二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是指管理层治理层认可并理解 应当承担下立责任 这些责任构成注册会计师按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审计工作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一块呢涉及到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编报表 那管理层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应 第二点呢是要做好内控 有内控好 然后涉及执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第三块呢是工作条件很必要 那要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允许注册会计师接触与编制财务报表相关的所有信息 以及提供审计所需的其他信息 第二允许注册会计师在获取审计证据时 不受限制的接触认为必要的内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好 这三点是我们审计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一 一定要记住给大家给了一个口诀 叫编报表内控好工作条件很必要 这个工作条件让我们能够接触信息和相关的人员 嗯 这块也很容易客观体 接着我们来看实坑点 是否存在三方关系呢 是判断某项业务是否属于审计业务的重要标准之一 这里要注意啊 它只是重要标准而非唯一的标准 说唯一标准就错了 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观点 管理层和预期使用者可能来自同一企业 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是同一方 说他们两是同一方就错了 他们有可能是同一个企业 但未必是同一方 那第三 注册会计师可能无法识别 使用审计报告的所有组织和人员 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人太多了 没办法一一识别 那错误的说法是 应当识别使用审计报告的所有组织和人员 我没有规定应当识别 真的做不到 执行审计的前提和审计的前提老是混 怎么区分 压根不用过多担心啊 那执行审计的前提和审计的前提 在我基础班当中做了详细的区分呢 而且用图的形式给大家区分了 你下去看一下我基础班 我基础班这块做了详细的区分 但是我们这个审计工作的前提 现在还没有讲到 我们后面会讲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考点 认定 认定呢 这块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认定它主要是考主观题的 也就是考综合题的 它会和我们第七章分浅评估 然后和我们会计知识结合 考我们的综合题 那我们对这块的一个应对的技巧 就是要多做真题 然后呢 去把必要的会计知识 稍微复习一下 应对我们分险评估 这类综合题 但是在这里我也说一下 每年啊 有很多同学对这六分的 分险评估的综合题呢 基本上是丢亏气甲 很多同学可能一两分都没拿到 我觉得真的挺可惜的 其实我们六分的认定的题目 你不能说全部拿上分吧 我觉得拿个三四分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很多同学 连三四分都拿不到 为什么呀 因为第一个 可能会计知识少就还给老师了 不太懂 第二个 对认定就学得模拟两可 不知道怎么判断 那第三个 相关的真题做得太少了 在这我要说一下啊 同学们 如果你不是会计的零基础 你尽量不要放弃认定这块的分值 因为我们每年综合题的第一部分 就会考分险评估和认定 每年都是六分 这六分你不说拿多了 拿三四分嘛 拿三分嘛 你能拿上三分 对你通过考试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这三分好拿 那六个当中 你咋样也都焖顿三个嘛 好 这里我给大家一定要强调一下 千万千万不要随意放弃 但有一些考审计的同学呢 他的确是零基础来考审计的 他压根会计的知识都不懂 他就直接来考审计了 这样同学 如果他的背功非常好 而且头脑很清晰 又是做过管理工作的人 这样的人也能通过考试 我见过 虽然他不是我们会计专业的 但是人家做管理工作 因为我们做审计的很多思路 和做管理的思路是非常之像的 所以他其实入门还挺快的 再加上他背功挺好的 虽然他的一个会计知识没有 但是他照样能通过审计的考试 如果你是这类学员的话 那认定这块不拿分就不拿分了 但是这样的学员比较少 大部分同学都是考过至少初级 考过我们中级 然后来考CPA的 你是具有会计基础的 所以对我们认定这块的分值 千万不要随便放弃 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随便放弃 因为我每年有好多同学 这样给我反馈 我真的觉得挺难过的 其实这块并不是很难 下面我们来把认定的关键点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算是冲刺班 没办法像基础班讲那么详细 如果你真的对认定不太懂的话 你去听我的基础班 我基础班这块讲的 我自己觉得还是蛮透的 因为给大家首先讲了概念 接着讲了具体的情况 而且给大家做了很多的精准编析 让大家从细微处去把握 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如何具体的应用 所以好好去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总结 各类的认定 那我们的认定呢 有三大类 第一类呢是多计了 第二类是少计了 这两个都是定性的问题 然后第三类是错计了 这类呢是定量和其他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多计了 多计了对我们资产负债表呢 它对应的认定是存在认定 对我们利润表是发生认定 然后少计了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注意都是完整性认定 注意都是完整性 有一年正题就考了 哎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共同的认定是啥呀 那不就是完整性吗 送分题呀 对吧 那接着我们来看错计了 错计了呢 这里面就分为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这里面呢分类和列报 无论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都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两个不太一样 资产负债表呢 特有的是权利和义务 我们的这个利润表 特有的是截止认定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 截止认定只有利润表有 资产负债表是没有的 然后接着是准积分和准确性 这两个其实认定是类似的 都是金额记错了 但是呢 对我们资产负债表叫准积分 然后对我们的利润表呢 叫准确性 好 这是首先 你要把这三大类搞清楚 这是我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这样会看着非常的清晰 多计 少计和错计 这其实就是 我们的财务报表 它出的几大问题 它的财务报表 要不然就多计了 虚增虚构嘛 对吧 无中生有嘛 要不就少计漏计了 隐瞒嘛 哎 故意不告诉我们嘛 还有一类就是错计了 他把这个数字记错了 期间记错了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的财务报表 出问题 无非就是三大问题 好 你把这三大问题归好累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教一个小小的技巧 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发现 有些同学在反复的问这个问题 那这里面呢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是考综合题的时候 你在做历年真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年度的真题呢 它给的答案是完整性 加上准确性 有的年份呢 只有完整性 没有准确性 然后让同学就吃不准了 老师到底应该是完整性 还是准确性呢 还是什么情况下 我就是完整性 什么情况呢 准确性 在这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因为 我们的历年真题 可能因为年份不同 出题老师不一样 给出个表达不太一样 它又造成了 有的年份 完整性和准确性都写了 有的年份呢 只写完整性 如果你在碰到这类题目的时候 你吃不准 你就把两个都写上 多写是不扣分的 我说的这点明白了吗 并不是你们错了 而是因为你看我们历年的真题 它的标达 它每年出题老师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导致了有些特别细微的地方 它有些偏差 因为有的同学一直是听我基础班的 我在基础班讲过这一点 但有的同学没听 就是看我的讲义 那你要是没听的话 可能就不知道这一点 就反复的问 所以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 你在做综合题 就是关于我们第一块 分险评估认定的时候 你就会有矛盾 会觉得有的年度是完整性 有的年度是完整性 加准确性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写 你上考场吃不准 两个都写上 这块记住了吗 我希望大家再不要在这块纠结 再不要在这块纠结 因为它的标达可能年份上 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 好 这里要注意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综合题的 第一部分分险评估和认定的 一个书写的时候呢 主要是考这 主要是考这 考我们的错记的相对比较少 注意考错记相对比较少 主要是考存在发生完整性 其他的还会出现的 就是准积分 准积分比较容易出现 这几个是高评考点 我再说一遍啊 存在完整性发生 还有准积分 这几个在咱们的综合题的 第一部分分险评估当中 考评比较高 其他考试的时候 不太容易出现 或者说出现的频率没那么高 这点大家记住了吗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主要是定性的考量比较多 定量的相对少 定量当中爱考的是准积分 那么看到准积分 你要条件反射 它和什么相关呢 和我们什么 记题存货 低加准备啦 记题坏账准备啦 一看到什么什么准备啦 折旧啦 摊销啦 你就想到准积分认定来了 这是有技巧的啊 你不用死尽一辈的 你要是听过我基础班的课程 因为基础班认定这块 我觉得讲的是很透的了 我认定这块讲的是很细 讲得很透的了 专门给你讲过的技巧 因为有些同学没听过 就看了讲义 他就不知道精髓所在 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因为你在做题的时候 一旦看到什么 记题存货低加准备 什么货带准备 记题折旧贪销出了问题 那就是准积分认定 这块在我们的综合题当中 也比较容易出现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二个 一错一魂的认定的区别 首先是发生和存在 那发生和存在呢 它们的核心的区别都是啥呢 注意都是虚增虚构了 只不过发生对应的是利润表 存在呢对应的是资产负债表 那我们的发生和存在 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这里要特别注意 它的前提是 不该入账的入了账 它满足了收入确认条件吗 压根没满足 没满足它入账 那不就是虚增虚构做假账吗 对吧 所以 它的前提一定是 不该入账的入了账 然后关键点是 高估是多计 多计是我们审计的 专业数语 高估 那它的本质是虚增虚构 大变魔法 无忠深有 做假账 好 这种注意是性质的错误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对发生和存在 一定要倒着查 也就是从我们的账 查到我们的原始凭证 好 这是倒查 接着来我们看完整性 完整性呢 刚好相反 完整性是它满足了入账的条件 但是它却没入账 那最典型的就是负债 负债呢 它已经满足入账条件 但是呢 它不想再把这个负债 在报表上显示出来 为啥 要让报表使用者看到 它有这么多的负债啊 欠了这么多的钱啊 完了 你看这家单位能还得起吗 这家单位的这个 债务的负担这么重 它能够 轻装算正吗 能给我们创造利润吗 算了 这家单位我不投 对吧 它担心 报表使用者 对它有负面的看法 所以往往对负债类的 它容易隐瞒 容易遗漏 好 它的关键点就在于 低估少计 隐瞒遗漏 它是性质错误 这两个方向刚好相反 那发生存在呢 是不满足入账条件 虚增虚构 对吧 而完整性呢 是满足了 但是它却隐瞒遗漏 所以发生存在这一类呢 容易在哪里虚增呢 收入 资产 这一类呢 容易高估 虚增虚构 负债 成本 费用 注意容易低估 容易出完整性的问题 那同学们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 考试的技巧 我们再做到 综合题的第一部分 风险评估认定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你看到负债这一类的 你就要多往完整性上想 如果看到我们的收入了 资产了 那你就要多往 发生存在上想 好 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特点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主要是考上市公司 所以它容易出现在一个特性 那接着呢 对我们的完整性 检查的方向 注意顺着插 从正到账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准积分和准确性 准积分和准确性呢 注意它们都是该入账 但是准确性和准积分呢 在于错计了 金额错了 那准积分呢 这里要注意 和各类的减值准备相关 而我们的准确性呢 和单价和数量的这种错误 接下来是截止和分类 截止和分类呢 这里注意 一个是期间记错了 一个是我们入账的账户记错了 项目错了 好 看我们刚才的发生存在 完整性 它们都是性质的错误 定性的问题 而我们的准积分 截止分类 注意 都是啥 都不是这种大问题了 不是性质上出错了 都是金额错了 期间错了 项目错了 而且在这里面 我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 就是我们的准确性 准积分 和我们的发生 存在完整性的区别 你要注意看 我们的发生 它是不该入账入了账 这时候叫发生存在 而我们的准确性是什么 该入账 是满足了入账条件的 所以准积分 或者准确性 你在写的时候 一定前提是 它满足了入账条件 如 它已经满足了 我们收入确认条件 如已经满足了 我们资产确认条件等等 一定是满足了才行 这个细节要注意把握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总结 发生完整性 和截止认定的一个区别 那这块同学们 也特别容易弄错 那我们的截子测试 这块呢 在我们第九章 也就是销售和收款 循环当中 还会讲到 并且在第九章会考核到 所以呢 在这里要把截止认定 给大家要说一下 那我们的这一块 要注意 当年如果不满足入账条件 次年也不满足 也就是说 无论哪一年都不满足入账条件 但是入了账 说明什么 说明它压根不满足入账条件 就入账了 那不是虚增虚构吗 所以它违反的是发生认定 而如果它当年满足了入账条件 它已经满足了入账条件 但是 无论当年还是次年都没有入账 21年没入 22年也没入 说明什么 说明它漏迹了呗 所以这违反的是完整进认定 好 这一块注意 要看它们是否满足入账条件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交易的当年满足入账条件 但是呢 当年没有入账 推迟到了次年入账 它的前提是满足了条件 只不过推迟了 这时候是违反的截止认定 还有一种相反的 它交易的次年满足入账条件 应于次年入账 但是提前入账了 那这时候违反的也是截止认定 它的期间是不对的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截止认定 和发生完整性的区别 发生是不满足任何的入账条件 它却入了 无论是当年还是次年都不满足 这时候是违反发生 而如果已经满足入账条件 有的提前有的推后 那时候这时候才能谈到截止 提到截止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它的前条件是满足入账条件 如果连入账条件都没满足 压根扯不上截止 我说的这点 大家明白了吗 因为如果听过基础班的同学 应该明白 如果没听过基础班的 可能就有点糊涂 这块是我们学认定的难点 行 看大家都明白的话 没问题 如果不明白的同学 你反过去听一下 我基础班这块的讲解 因为这块是一个难点 但是这里必须要讲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第九章 这个截止测试 是要考实证程序的 你必须要懂 这里不懂的话 你后面根本听不懂 嗯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个考点 审计的基本要求 这个考点呢 容易考我们的客观题 但这个考点 不需要死定备 那用我们朴素的价值观 基本上都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在理解的基础上 熟度就可以了 这块考骗蛮高的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基本要求几点 第一 遵守审计的一个准则 还有遵守我们职业道德的守则 保持职业怀疑和合理应用 职业判断 而这四点 注意记一下 我们有的年份会考多选题的 如果出现多选题 那就是送分题 希望同学们能把这块分 拿到手里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一 保持职业怀疑 那保持职业怀疑 这块的理解 我们记住 要秉持质疑的理念 要摒弃存在 及合理的逻辑思维 不要觉得存在 就是合理的 对我们做审计的来说 我们经常要怀疑 经常要挑题 经常要找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做审计题的时候 都在找错呀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你们说 为什么我们做审计题 动不动就找错呀 为什么做审计的人 心里就这么阴暗吗 就偏偏不看别人优点 尽挑别人的错 尽看别人的缺点 大家说为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在基础班的开篇就说了 我们审计这个行业 诞生的底层逻辑 就是基于人性的恶 我们审计的底层逻辑 诞生的时候 它的底层逻辑 就是基于人性的恶 你看这三角关系 就是互相不信任 我们的职业经理人 和我们的股东 所有者互相不信任 两者矛盾不断 但是两者还要合作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把我们第三方 独立的注册会计师 高大上的注册会计师 请来了 来来来 你帮我鉴定一下 对吧 对我们的经营者来说 这是一个很清白的机会 对我们所有者来说 让他放心 那同样 如果说这个经营者 动了手脚 有猫腻 有水分 那我们帮他挤干净 这样所有者用起来也放心 对吧 那为什么会引入 我们注册会计师 就是因为人性的恶 不过不要觉得 哎呦 怎么老师啊 你怎么这么阴暗 一说就人性的恶 因为毕竟大家以后 都是高大上的注册会计师 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 完整的世界观 什么叫完整的世界观 那一定是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既有黑的一面 也有白的一面 因为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一个阴阳和和的世界 既有阴又有阳 对吧 我们不能忽视着阴暗的一面呀 而是我们看到了阴暗 我们能够很好地应对阴暗 同时保持自己阳光的心态 明白 所以啊 职业怀疑要求摒弃存在 就合理的逻辑思维 嗯 一定不能觉得存在就是合理的 凡是 我们拿到被神单位的任何资料 请问 能不能直接就用 你看 我在讲基础班的时候 我讲习题班的时候 一再一再强调 我们做主观题有八句话 大家谁还记得那八句话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习题班啊 因为我有点伤心啊 我发现很多同学压根都不听习题班的 就知道做题啊 我们习题班的精华都在老师口述当中啊 好多同学就是刷刷刷刷题 然后老师我为啥又没过 刷刷刷刷又刷题 老师我今天为啥又没过 哎呦 我一问 习题班都从来不听的 我天呐 你光刷题行吗 你不知道出题的角度 看点在哪 核心观点在哪 应该怎么应对 你就做题啊 习题班一定要听的啊 你先刷刷完了听 听老师讲解思路 切入点 问题点在哪 应该怎么应对 然后如何总结 如何复盘 那是精华所在啊 好 那这里一定要注意 我在讲习题班的时候 说过八句话 其中有句话是 那仅靠询问不加档 不做验证肯定错 因为光做询问程序 你就相信了 说明你压根没有保持职业怀疑 对吧 仅靠询问程序 对方一面之词 你就相信了 你保持了职业怀疑吗 没有保持职业怀疑吧 这是不是和我们职业怀疑联系起来了 这要求秉持质疑的理念 你质疑了吗 对方一说 你又信了 二根子就这么软呢 你有没有验证过呀 对吧 你有没有自己亲自去检验一下呀 去检查一下呀 程序实施一下呀 那不做验证肯定是错的呀 好 然后我们拿到被审计单位的资料 不做验证肯定也是错的 拿到被审计单位任何的资料 信息和数据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验证 必须要验证 不做验证肯定是错的 而且考试的时候考了N多回 为什么考这么多回 这其实就是助协爸爸的苦心所在 他希望通过考试这个指挥棒 不断的在考这个高频考点 让我们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注册快递 知道做审计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保持职业怀疑呀 摒弃存在及合理的逻辑思维呀 看到了吗 这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职业怀疑与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相关 好 那接着我们看 对我们引起疑虑的情形要保持警觉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 第二是引起对文件记录询问的答复 可靠性产生怀疑的信息 还有呢 舞弊的情况 表明实施 需要实施审计准则规定以外的 其他审计程序的情形 如果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一旦出现矛盾呢 或者对他可靠性产生怀疑呀 舞弊呀 我们绝对绝对不要轻易的放过 那放过你就是有问题的 放过你就有错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保持职业怀疑 你看我们拿到他的资料 我们都要做验证 现在都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这么大的坑点 你竟然放过 这合适吗 这说的过去吗 对吧 那接着我们要审慎评价 我们的审计证据 第一要质疑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一旦出现矛盾的审计证据 绝对不能指信其中一方 而是要干嘛呢 而是要验证 要做程序要验证 好这要注意 然后在怀疑信息的可靠性 或存在舞弊迹象时 注册会计是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查 并确定需要修改哪些审计程序 或实施哪些追加的审计程序 一旦有舞弊迹象 一定一定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千万不要随意放过 这其实都在保持职业怀疑 接着呢 我们要客观评价管理层和治理层 在客观评价的时候注意 不应依赖以往对管理层治理层 诚信形成的判断 千万不要随意相信他的过去 过去只能作为参照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昨天的你和今天你一样吗 不一样 管理层也同样如此 他去年可能很诚信 很老实 今年未必 因为今年疫情影响 今年的压力格外的大 那他肩上担的压力 他已经担不住了 他的压力已经爆棚了 很可能今年就会舞弊 所以千万不能随意清醒 他以往这种诚信的判断 这是我们以前 年度考试的时候考过的 接着是 即使注册会计认为 管理层和治理层是正值诚实的 也不能降低 保持职业怀疑的要求 哪怕你觉得他是正值诚实的 是不是意味着就不怀疑他了 注意不能 因为我们做审计的人员 一定要外送内警 这个内警 这就是职业怀疑 内在这根弦一定不要随意 把他放松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审过的报表没大错 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的严谨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接着第三 不允许在获取合理保证的过程中 满足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 一定注意 如果这个证据说服力有问题 你绝对不能随便的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 好 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取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保持职业怀疑的作用 好 第一 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设计恰当的 风险评估程序 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对引起 余力的情形保持警觉 这是他的作用 这个作用呢 多读 不需要死经贝 应对多选题 然后有助于注册会计师 针对评估出的重大错误分险 恰当设计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我们如果评估出了重大错误分险 那我们要恰当设计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对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表明可能存在 为识别重大错误分险的情形保持警觉 并做出进一步的调查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接着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评价 是否已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及是否还需要执行更多的工作 有助于我们审慎的评价审计证据 第四保持职业怀疑对注册会计师发现无弊 防止审计失败 至关重要 那么这里面一共讲了四点四个作用 这四个作用其实非常简单 它是按照我们审计的流程来进行讲解的 第一块讲的是分险评估 第一点讲分险评估 有助于设计恰当的分险评估 然后第二块有助于做好分险应对 我们分险应对做完之后 我们做完程序自然而然会拿到证据 对吧 有助于我们评价证据 有助于我们发现无弊 防止审计失败 它其实就讲的是分险评估 分险应对 有证据 发现无弊和防止失败 那这里还要注意 保持职业怀疑要贯穿我们审计的全过程 我们的职业怀疑 绝对不能说我在分险应对的时候怀疑一下 分险评估的时候怀疑一下 其他阶段我就不怀疑了 注意 No 一定是全过程 保持职业怀疑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注射会计师 认识到存在 由于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不受以前管理层 治理层 政治诚信 形成判断的影响 是注射会计师对获取的信息 审计证据 事实表明可能存在 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 风险始终保持警惕 是自所看起师在认为文件可能是伪造或文件当中某些条款可能被窜完时要做出进步的调查 治理就再三强调 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千万不能随意的轻信 凡是没有经过我们验证的 我们一律都不要相信 必须要验证 拿到被审计单位的资料 条件反射就是先验证 因为我们在后面不断在说 拿到它的资料就验证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也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必须要验证 不验证肯定是错的 在我们后面做主观题的时候 就经常反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一定一定要记住 这其实就是保持职业怀疑的一个体现 好 这其实是给大家做一个前后串联 因为毕竟到这个阶段了 接着我们看第二 会计事务所相关的人员能否保持职业怀疑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胜任能力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去做审计的人是一个老法师 哎呀 他可能到被审单位 往那一站 感受一下氛围 跟对方的管理层聊几句天 他就能感觉到 哎呀 这家单位不太对劲啊 这个业务不能承接呀 这个初步业活动这一关就过不去呀 那如果是个小白 可能这个小白这个单位待了十天半个月了 待了一两个月了 还感受不到 为啥 因为经验呀 是能力呀 知识储备呀 各方面所决定的呀 好 这两点注意 多看啊 容易考我们的单选题 以及多选题 接着我们来看合理应用职业判断 合理应用职业判断这块呢 也容易考多选题 不过这块也不需要此经备 我们理解了 多读能够应对 可关题就OK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一 职业判断呢 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精髓 因为我们在做到很多工作的时候 可左 可右 可前 可后 那到底选择什么呢 这时候就需要职业判断 也就是要做选择题 那贯穿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始终 设计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各个环节 对于适当的执行审计工作 注意是必不可少的 记住 职业判断是我们的精髓 是贯穿始终的 好 这个结论要记住 容易考我们的客观体 单选多选都会设计 第二 职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师 胜任能力的核心 这里注意不要忌惑了 不要觉得职业怀疑是我们胜任能力的核心 可不是职业怀疑 是职业判断 是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形 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知道应该怎么决策 我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我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这才是咱们能力的核心所在 第三 通常来说 丰富的知识 经验良好的专业技能 独立 客观公正 对于保持职业怀疑 有助于提高 我们的职业判断的质量 我们在其他方面做得越好 功底越扎实 那我们在做职业判断的时候 相对来说 准确性就比较高 就像我前面说的老法师 他为什么是老法师 经验丰富呀 对吧 酒精沙场呀 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直觉和敏感度呀 所以他在做判断的时候 相对比较准确 而小白呢 小白他经验比较少 知识储备不够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历练 所以他做职业判断的时候 很可能准确度就没那么高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职业判断的相关说明的要求 职业判断涉及的范围 那从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到出具审计报告 贯穿始终的哦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做出判断的相关的要求 第一 做筹会计师职业判断 需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 职业准则的框架下做出 并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凝据 这里要注意 虽然我刚才说了 做职业判断是可上可下 可前可后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瞎判断 我就可以随便一拍脑袋 呀决定了 就像选彩票一样的 我就选他了 我就看他顺眼 这样行吗 注意绝对不可以啊 职业判断 它也是有规矩的 没有规矩 不存方圆 是画好了这范围之内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可以判断 不能出圈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圈呢 就是法律法规 职业标准的框架下做出 并且一定是以具体的事实和情况 为依据 接着看第二点 如果有关决策 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和情况 所支持 或者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职业判断并不能作为 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这句话一定注意记下 如果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决策 没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支持 没有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这时候你绝对不能拿职业判断 做一个挡箭牌 做一个折羞布 好 这时候你不能说 我这是职业判断 你这是瞎判断 压根不是职业判断 那所谓的职业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有一定的职业随准 不能瞎判断 好 这是我们相关的要求 接着我们来看 运用职业判断的领域 这块容易考我们的单选 多选 也就是考客观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我们确定重要性的时候 识别和评估重大错分险 第二是我们实施审计程序 然后确定所需实施审计程序的 信实范的时候 我到底用什么样的程序 什么时间做 然后范围是多少 还有评价审计证据的时候 以及我们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也要做出相应的判断 那做会计估计的时候 我们评价管理层 做的会计估计 它是否合理的时候 要用职业判断 以及我们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它产生的不利影响 也要用到职业判断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以前年度的时候 这里考过增题 前面几项大家都知道 要用职业判断 一提到职业道德 就觉得不用职业判断 这点对吗 注意肯定是大错特错的 好 这是我们用职业判断领域 接着我们来看 要做出相应的记录 那我们对哪些事项 要做书面的记录呢 第一 对职业判断的问题和目标 相关的描述要做记录 第二 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要做记录 第三 收集到的信息要做记录 第四 得出的结论 以及结论的理由要做记录 还有呢 还有我们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要做记录 这些呢 都有利于我们提高 我们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 你为什么这么判断 你是有理由的吗 你是有依据的吗 你是有相应事实来做支撑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对不起 你的可辩护性肯定是大打折扣的 好 这是我们做出记录 接着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坑点 第一个观点是 审计当中的困难 时间或者成本等事项本身 不能作为省略 不可替代审计程序 或满足于说服力不足的 审计证据的理由 这要特别注意 我们在审计当中 肯定会碰到困难 肯定会碰到时间紧 任务重 或者成本高的情形 那是不是因为 我们碰到了困难 时间紧或者成本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偷懒呢 我们就可以少做程序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必要的程序 又省略掉了呢 甚至不做呢 注意绝对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的审计质量 好 那我们看错误的观点 由于审计中的困难 时间或成本的原因 可以适当减少 审计程序大错特错 必要的程序绝对不能减少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 辨析注册款机审计 和内部审计的区别的时候 就强调过 我们注册款机审计 实施的审计程序 不是自己随意决定的 是准则已经做了相应的规定的 哪些是必要的审计程序 你必须做 哪些是可选择的程序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必要的程序 如果你没做 对不起 你是有问题的 你是要被拍板子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观点 接着看第二个观点 直接怀疑要求客观评价 管理层和治理层 这个地方要特别特别小心 特别特别注意 这块非常非常容易考客观题 我们一定要客观的评价它 那么什么叫客观 既不偏左又不偏右 忠正的去评价它 这叫客观 如果极左 我质疑它的一个 诚信 不对 那我偏右 我觉得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啥 因为它以前年度就没问题 也不对 一定是客观评价 这块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客观评价 注意记一下 我们来看错误的观点 基于管理层 治理层不诚信的假设 执行诊价格 这有极左了 爱过分的质疑它不合适 过度的相信它也不合适 一定是不偏左又不偏右 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中庸指导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会计事务所的业绩评价 薪酬 晋升机制会促进或削弱 审计事务当中 对职业怀疑的保持程度 这取决于该机制如何设计和运行 然后我们看错误的观点 会计事务所的业绩评价 薪酬和晋升机制会促进审计事务 对我们职业怀疑的保持程度 注意有可能出境 有可能削弱 不能一刀切 就一定是出境 或一定是削弱 有可能出境 有可能削弱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 如果有关决策 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情况支持 那么我们缺乏充分适当的证据 不能作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好 职业判断可以作为不恰当决策理由 就错了 职业判断一定是有依据有框架的 然后呢 要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做错 不能随便做错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 适当的书面记录 有利于提高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 那我们的错误的观点是 所有的职业判断都需要做记录 没有必要 适当记录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好